洋坟 鲜好了吗 鲜好了 这给我一根辣椒 怎么说的 好 大鲜鱼 今天我包到严严丝丝丝的出来走一走 记得一个尖刀米丝 以前他是我们上海人 然后去了香港 香港再到美国 他跟我说刚来的时候 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 带着女儿跟儿子 他说地下室里全是老鼠 睡觉全是老鼠 后来有一个老板 那天看他好可怜 就是送了他一些钱 他说我也不知道送了多少钱 反正就是给了一个支票 然后后来他就想着做点什么 结果开了 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尖东影视 就是专门买香港电影的那种行李 后来他在巴西开了好多好多的 这个买片子的电影 他也发了 我们来了一个车 太响了 这里 在乱开 然后你们看到那个10里乡吧 10里乡的上面 现在的房子 他改建过了17年的12月 就是在10里乡的上面 有一个女孩 就是警察来查的时候 他不小心从汤坡那里 上逃避 然后他不小心摔下来 结果去世了 好可怜 沈阳人 我们这边是上海的寓言 他的点心我很喜欢 看一下点心 这个饺子包得太好了 我们根本包不了 包包不好 然后清檀 清檀的那个草 很奇怪 这是满地鸡是多有的 这个草的香味做出来的清端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但是在后来他们说用大麦的清 也可以做一个清檀 但是那个味道是两样的 那种草的味道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清檀的味道 现在看一下清檀和肉果 我很想吃 我有一个朋友是哪里 周三人 他们周三那边做的清檀的糕 就是一条一条的 他到我们上海来的时候 那个车 他是因为做那个货乡的 然后来的时候跟我打招呼 说我们在 我从那个打鱼刚刚打上来 像带鱼啊 那个扁鱼啊 都是活的 然后开到上海两个小时 他叫我等着 我车子上丢给你 他说那上海根本吃不到 什么粗饼啊 粗饼啊 粗饼啊 就是我们上海是买不到那么新鲜的 他那个特别新鲜 所以 然后那个我最记得的就是他的那个清团 那个清的吊儿糕 还是叫吊儿糕 条头糕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非常非常的香 还有他们的年糕也是的 我是挺喜欢的 那个 看看他们的点心 这种 但是这里的味道 不是那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清淡的那个香味 已经不是了 烤鸭 这边的烤鸭 没有火车头那里好吃 就是我们 图书馆对面的那个火车头的烤鸭非常好吃 这个旺叫28就是跟那个义员是一家 他们兄弟俩做的 兄弟俩做的这些户外的死活 这个不是 这个都是他们家的 然后疫情期间他们没有停过 根本没停 一直在做 一直是冷很多 那个菜 那个菜 那个菜种了都开花了 好看 你看里面的好多人 对不对 不停的 所以他们的生意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停过 一直很好 这里有马来西亚菜 这边 很多 介绍那个工作的 这条路有点像香港 一盘一盘的小鞋 都是这样的 小鞋 红苹果的 我人爬的 小豆腐 太多这样的 这是马来西亚菜 厅 一王轩 就是吃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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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价 石价 我们这里就是那边还有 这里就是上次着火的那天 烧了垃圾箱 他们在修 这条本来是里面装卸的蛮漂亮的 都是花 年轻人很喜欢这个店 现在只能再放弃了 他也烧掉了些味 滚烫跟面条的也烧了一点 这个牛吧像个小房子 很臭的烟 脏风 这条片东西很辣 小米线 他家有猪脚 然后还有包饺子 白熊 白熊有饺子手工的 他应该是15块一袋还是25块 大概25块一袋 这边也是10块 应该有很多人拍过 我就不过去拍了 然后 这个就做巴拉丝 好了 几天就说到这里 看到那个天我就想唱 晴晴晴烈夜夜 来难天 好了 今天就结束了 谢谢 谢谢 谢谢